回合制海戰 RPG 手救系《諾亞計畫》 遊戲的一大特色就是會讓人以為自己在玩文字冒險遊戲 長達兩小時的序章故事 全部看完的話絕對可以清楚了解遊戲的世界觀 戰鬥方式採用回合制的模式 隊伍陣型分成前衛和後衛 前衛容易吸引炮火 不過可以攻擊到全部的敵人 而後衛也不容易攻擊到全部的敵人 只能攻擊到敵人的前衛 但技能量表累積速度較快 等到技能量表累積滿之後 可以發動許多種招式 恢復和巨猿技能會直接發動 而攻擊技能則是會在開始攻擊後發動 要注意根據敵人距離不同 能夠攻擊的戰艦類型也會不一樣 大家關注的角色和戰艦則可以透過轉彈入手 戰艦還可以藉由建造來獲得 除了消耗素材之外 用友情點術也能夠建造喔